好的 那目前這種涼涼冷冷的這種天氣 對北台灣來講 可能還要再持續一段時間 因為從電腦模擬可以看出來 要到下周三 台灣附近才轉成這一種高壓回流的 這種形態 也就是說在周三周四的時候 會明顯的回暖 那在西半部又是很容易起霧的天氣 只有東半部偶爾飄一點雨 不過這個不代表說冷空氣就已經結束了 因為從下周五又有一波封面 會通過台灣 之後的冷空氣就要仔細觀察了 因為目前大部分的電腦模擬 至少它都是一個強烈大陸冷氣團的強度 也就是說會比目前的冷空氣還要強很多 那是不是會發展成寒流呢 這也有這樣的機率 不過因為已經超過一個禮拜了 所以有一些誤差 必須再進一步的來觀察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氣 衛星陰圖上面顯示出來相當明顯的 就是在陰封面就有比較多的低層雲 不過這些雲層結構並不紮實 所以帶來的雨並不是很多 那另外就是在背封面可以看到這個是比較深藍色的 都是代表相當晴朗的天氣 從雷達回坡也可以看到類似的配置 就是在有回坡的地方 大部分都在東邊的海面上 而且是這一個很微弱 而且瀟瀟漲漲漲的 所以在實際上發生的降雨 我們從這個觀測上面就可以看出來 主要的雨還是在北海岸東半部 有一些局部短暫性的這種下雨的情形 那在背封面的話 可以說都是晴朗穩定的 所以氣溫的分布也分成就是在北臺灣以及東半部 可以看到它的高溫就是在20度高一點點 那在中部南部還是30度以上 可以看出這一波的冷空氣 主要是雲亮多的地方 那反應比較明顯一點 那在背封面的話 基本上可以反映出這個冷空氣並不是很強 那我們來看一下明天的天氣 基本上還是屬於這種 東北季風 陰封面所帶來的這種降雨的情形 而且這個水氣並不多 所以主要的雨在北海岸東半部 偶爾下一點點雨 背封面都是晴朗穩定的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的天氣 從天氣圖的預測 也可以看出來都是東北季風型的 不過裡面冷空氣還是有一點差別 在禮拜天的晚上冷空氣會增強 所以在禮拜天禮拜一甚至於到禮拜二的清晨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低溫會比目前所帶來的低溫稍微低一點 也就是說在這一段時間有可能會觸及大陸冷氣團 這樣的定義 也就是說在大臺北地區 它可能會降到13度左右 那臺北的觀測站會有14度 那空曠地區很可能會有10度這樣子的低溫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未來氣溫的變化就可以看出來 明天後天 基本上氣溫變化不大 稍微回升一點點 那到禮拜天晚上又開始下降 這一波就是在禮拜一禮拜二 可能算是出現最低溫的時間 空曠地區會有10度的這個狀態 那到了禮拜三氣溫回升 禮拜三禮拜四算是一個空檔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週末天氣跟今天其實是類似的 主要就是雲風面 雲比較多 背風面晴朗 那在下雨 北海岸東半部偶爾飄一點點雨 那在北台灣算是比較偏涼一點 在中南部的話 其實它只有早晚涼 白天還是蠻舒適的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